今天豪宅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EZ所谓入门款的万代入门款 白代入门款的钢弹RX782 就0079 大家基本上有摸钢弹的都知道一支机体 然后这一组大概可以算是 所谓的万代的诚意之作 就以台币售价199的售价来讲 可以买到这一组 这种可动这种橙色 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有价值 就是非常划算 然后在7-7现在10月5号就可以买得到 10月5号买得到 然后它还有抽奖活动 所以如果你看到两盒 你想要一次买两盒的朋友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它侧面这边有那个贴纸 然后QR Code可以扫贴纸 可以扫发票去抽奖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本来那时候是直接买两盒 直接一起结账 然后后来看到这个后 又把它去问7-7能不能退掉 再一起结 所以有点尴尬 然后它的全名是 EN TRY 然后GR ADE 就简单的组装 最简易的入门模式 完成品后是这样子 它没有附任何的贴纸 就可以组装成这个样子 算是一个个人觉得 橙色非常漂亮的一组 后面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转一圈 附的武器只有光速 步枪跟所谓的盾牌 然后盾牌的部分 这边的孔洞以外 它的这个所谓的握把部分 它是可以拆下来的 可以变成这样子 然后可以组装在手臂上 扣起来 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装在背后也可以啊 就把它拆下来后 这个握把部分 要改成平放 才会放得起来啊 平放后 组装在背后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步枪的部分 所谓的瞄准器 是可以移动的 其他没有什么 武器的部分 没有什么关节啊 后面的两把光速 光速军刀的部分 是可以拔起来的 但是它并没有附所谓的光速 的剑刃 然后可动性来 组装大概 我像这样子大概宿主大概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啊 就看电视 组装 然后有人是说 这个系列你可以直接手拔 但个人还是不建议啊 毛边还是会有一点点毛边 可以修一下 那可动性来讲 头部当然是基本上是一定可以动的啦 扯名长 然后它的这个所谓的背包的部分 原本照理讲 它的这两个喷射器 应该是另外组装啊 但是它这种它就是直接给你一体称性啊 所以 看起来会比较 没有那么有质感的喷射器啊 手臂 手肘 这边可以往上推啊 这边也是一个关节 它可以往 整个推成这个样子 然后 手肘 可以推到这个角度啊 高于 45度以上啊 45度以上 对 刚才是45度不止了吧 这应该是90度以上 90度以上 45度是这样而已 说错不好意思 这是90度以上啊 大概 100多度吧 对 这里 这里到这里 然后往后是不行的 然后 手肘这边 可以这样弯 然后可以往上 手肘这一个 也可以这样推啊 基本上可动范围蛮大 拳头当然是球形关节啊 它这一次蛮多地方是用球形关节 这点还不错 然后可以旋转 这个 然后这个盔甲是可以拔起来给大家看 这边 是这样子 里面是这样子的球形关节 如果你要它移动的话 稍微摆弄一下 是可以的 这球形关节 然后腰部是可以弯曲 可以旋转的 然后注意看它这两节 它是可以有 它这样还有可以分成两节的角度啊 算是一个 客人觉得真的是很诚意啊 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节啊 这边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 是这边跟腰部的连结啊 像这样子 但动奥一定程度就像本人刚刚那样子啊 就截铁 前面这样子 照理讲它的裙甲 它是 刚刚一开始是连在一起的啊 但 各一样啊 就是那个 裙甲两中间的连接处 稍微留意一下 把它剪开一点 小心一点剪开 它就可以变成单片裙甲 算是还不错的 腿可以往上推啊 膝盖 的这个 这算是 膝盖这个关节可以推到这样子 已经可以大腿贴小腿 非常的好 好啊 脚掌这个关节可以这样移动 然后 旋转是可以 但是其实它是脚掌前面这边可以旋转 这边是一个球形关节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基本上可动的地方就是几个啊 算是一个 以199的售价来讲 我必须想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 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之前的版本啊 这是最早期的售价的那种 我没有 我的那个RX782 我应该是要拿RX782做比较 但本来没有啊 就随便拿了一个古夫来啊 以前那种 我还要用那种 所谓的 模型胶 黏起来啊 然后可动范围大家可以看到 就基本上 非常的差啊 腿 大概只能推到这里 而且最重要是 但是开到一定的程度 你没有做任何修改 单纯宿主的话 头部是这样 手臂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动啊 这里 看已经掉了 太久没碰了 手肘是可以动啊 这边可以动 大概手肘 基本上可动范围也不算低啊 但是可动范围 个人也可以跟你讲 不算高 脚掌这个关节也可以动啊 但基本上可动范围真的很低啊 这是最一开始的 大概也是台日币 那大概也是台币199就可以买到的模型啊 侧面上 正面上 然后后来比较好一点 大概是 大概也是2000 应该快2000点吧 我高中的时候 就换成这种的 然后是一体色啊 这种的时候可动性就比较好一点啊 他的手肘可以这样子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手肘 只能弯曲到这里就是极限啊 脸45度都不到 然后腰的部分是完全没有的 腿 腿的部分 他的裙甲这边 他也是只能往上推 这里就极限啊 然后脚的部分 这边算是膝盖 膝盖可以推成这样的45度 脚是可以这样啊 然后 光速 步枪的部分 上面瞄准器则不能动啊 然后盾的部分 则是一片而已啊 手肘则是可动范围就多一点啊 这边还可以 这边还可以弯曲啊 但他的可动范围就没有 比较 没有那么的多啊 头是可以弯曲的啊 就真的是 时代的眼泪啊 从这个样子 进化成这个样子 花了大概十几年嘛 然后又花了20年 所谓的钢弹40周年的大作 台币售价199的大作 就是这一组啊 EG版的RX782啊 7M现在就有贩售啊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12月的时候 一般通路也会贩售 大家如果 不急着购买 不想要追高的朋友 真的也不要花太多钱去买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 花400块买这一组 太扯了啊 就让等于让他对半 对半 两倍的赚真的 翻倍的赚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算是一个 大家有去7M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是10月5号开始贩售 然后10月7号还是几号开始 又有在 再补充数量啊 完全没有用任何贴纸 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的一个 RX782啊 组装的时间也大概20分钟 20分钟至半个小时啊 算是 万代真的非常好的一个诚意之作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save先买 如果 没时间的话 就等到12月底 12月的时候 应该台湾的一般通路都会有翻售 这是EG版的RX782